马博大使板块洞察投资机遇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阿满看股 现在是美东时间 2023年4月25日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银行二波洗股纸 微软谷歌难转世 然后咱重点讲讲的 一个是昨天发财报的这个公合银行 然后还有今天的谷歌和微软 微软就没什么可说的 微软我前两天记得跟大家说过 我觉得微软没有问题 谷歌比我想象的要好 谷歌比我想象的要好 也确实盘后有一段时间拉升了 后来又退回去了 又退回去涨了1% 那么我们都来看一看 另外咱们先把宏观上的数据说一下 凯斯希勒房价20个城市的月率 是增长了0.06 预期是下降 说明年性通胀还很难降下来 因为这是年性通胀的指标 年性通胀是包括它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 预期是衰退的 但实际上它是增长的 这块就对于整个的联储的打击通胀的能力 我觉得是产生了怀疑 但是我们会不会看看 就是这个制造 我们先不说别的 先看制造业 制造业是比预期衰退的要很 那么年性通胀又比预期要高 这块就是阿满一直强调的 这是典型的智障 典型的智障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组这块 FHFA的房地产数据月率 这也是月率 预期是衰退0.1 但实际上是增长了0.5 整个房价还在往上涨 这都是对打击通胀不利的 新无销售数据 也是预期的是63万多套 然后结果是68万多套 但是我们可以看这块 刚才跟大家强调了 整个的这个制造业 一直是不如预期的 不管是这是李世满的 就Richmond的制造业指数 前两天那达拉斯的 滑坡的更厉害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整个的制造业是不行的 那么房地产这块属于什么 房地产主要属于服务业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个 特别逗的现象 这个智障 今天的这个智障 跟平时还不一样 平时智障 它是都账 或者说是生产那边不行 但是消费这边依然还高企 现在的情况有点分歧 跟以往不太一样的 就是什么 大家注意生产这块 主要是制造业 注意都是制造业 再往下滑 再往下滑 都是不及预期的 而且应该是已经进入了 限制性区域 就是说白了有通缩的区域 那么但是在服务业 就像什么住房旅游 消费这些东西 它没打下来 没打下来 依然还很高 制造业再往下缩 然后服务业再往上走 而大多数 大多数美国的人 还都是在服务业里头的 在服务业里头 这大家注意 所以说年性通胀 可能一时半会下不来 五月份现在加息 是基本上百分之定了 说百分之九八了 对吧 CME的指数 但是我跟大家说 别以为五月份就结束了 真要是房地产 什么汽车 二手车 这都下不来的话 六月份没准还得再来一次 那要是再来一次的话 CME的尾声 那可就比较刺激了 这个大家需要特别注意 一会咱们再说财报 他不是带着股指往上导 咱们统一说 先一会 消费者信心 大家可以看 消费者信心确实是不及预期 现在有所下滑 这块说明消费者已经感受到了 市场 现在经济正在走坏 经济走坏 主要是制造业 大众租工现在正在往下走 但是由于刚性需求的房价下不来 我觉得它往下打的力度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微软财报 我们来看微软财报 双币的 这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基本上是给出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答卷 这个EPS是2.25每股收益 然后营收是529亿 预期是每股收益是2.23 等于是多出来了两分钱 然后营收的预期是510亿 结果它出来的是52 这双bit 所以说微软在盘后就出现了大涨 我们可以看微软盘后大涨了8.51% 这是结始收盘 曾经一度 大家可以看就这 最高的这块的时候 曾经一度是大涨了9点多 大涨了9点多 就是从这开始算 从这开始算 是大涨了9点多 这块我明确跟大家说 微软可能是从技术图形上 大家看这 它是形成了一个M头 对吧 M头现在尾盘直接拉起来了 正好又跌到这个M头的这个1.618位 所以我觉得呢 它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反弹 很有可能明天开盘的时候 会比前高 会直接跳空 突破前高 大家要问我追不追 我告诉你别追 要跑 如果突破前高 大家要跑 我们可以看啊 为什么 这块突破前高 这块即使 即使拐头向上的话 也很难超过前高了 那么很有可能微软是要做完整的一个顶背离 那么如果要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微软作为美股的这个龙头 现在的苹果的财报啊 说实在的不是特别看好 然后今天谷歌呢 给了一个财报的虽然是双Bit 但是呢 整个与去年相比下滑的比较厉害 所以我认为啊 还不足以啊 推动大盘整个向上 我们再来看一下谷歌的财报 我们可以看啊 谷歌的每股收益是一块一毛七 分析师预期是一块零六分 但是我们可以看啊 这句话 大家注意啊 这块 这个4.4 重说这一块 重说这一块 我们可以看这块他说了 他有一个百分之4.88的这个摔退 就是实际上是下降了 下降了 这块呢 是他的一个 怎么说呢 因为分析师给他的这个及格线呀 本身就是 比如说咱们平时考试 60分及格也好 50分及格也好 分析师就给他一个 那个 本来是应该60分 告诉他50分就能及格 结果呢 他还真考了一个 55 实际上是不及格的 但是呢 由于分析师的预期给他的低 所以导致了他及格 这属于一个 歌过气要是说是 考状元吧 他这叫 开了N科了 是吧 他这开了N科了 所以说呢 谷歌呢 这块呢 我觉得明天呀 能维持住就不错 我们可以看啊 韩后他一度啊 这块大涨 然后又跌回来 最终呢 是收涨了 1.68 我觉得明天 他能把这涨幅维持住 就已经很不错了 就已经很不错了 今天这个中阴线呢 咱们已经说了 很久很久了 我就觉得他应该跌下来 跌下来之后呢 那是大家注意啊 我觉得这个缺口 这是大概率的事件 我们从M头的这个角度来说 他如果要是跌破了这块 如果明天 明天的这个微软 有带动着这个大盘 有一个向上 我觉得他应该是走这样一个图形 以这儿为界 大家注意的是以这儿 M头 他反抽 反抽到M头的这个 颈线附近的位置 大家看可以到这儿啊 到这儿 强势的话呢 他可以到这个实体这块 那么也就是差不多这样一个图形 这是纳指啊 这是纳指 然后继续下跌 跌到哪呢 跌到就是一个M头的位置 起码他得跌到这儿 跌到这儿 12470这块呢 其实跌的并不多 我们可以看 如果要到12470的话 才跌多少 我们把这个到这儿 才跌5% 如果这是啊 如果这个上涨的话 如果这波上涨 是能够持续的话 美联储那块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到这个12470啊 可能是一个最基本的跌幅 最基本的跌幅 我认为这不见得对啊 我认为他这波跌幅应该是到哪呢 应该是到这个 就纳指现货 应该至少到这个11850附近 11822啊 11850附近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啊 纳指这第一波上涨 然后下跌 然后上涨 然后这是三月份那波 下跌 银行危机 然后再上涨 那么我们从这个图形上来看啊 有的认为呢 现在呢 可能是四浪的回调 也就是说 前边呢 这这块呢 整个这块呢 可能是一个 这块是一浪 然后整个这一块是一个大二浪 然后呢 是一个大三浪 是一个大三浪 然后呢 这块呢 是一个四浪回调 我不是这么认为 我认为是这样 我认为这是 整个这一块 从去年十月份到 前两天 就是四月五号那块的高点 纳指的高点 应该是整个的大一浪 大一浪里头呢 分了五个小浪 五个小浪 然后呢这是一浪上升 二浪回调 三浪上升 四浪回调 五浪上升 为什么我是这么认为呢 大家可以看 第一浪啊 从这波这个起涨点开始 我们 把这个 10440 这块 纳指 我一般的都用纳指 那个100 不用纳指 综合 因为纳指综合里头 烂七八糟的股票太多啊 实际上左右大盘的 还都是这个100只股票 我们可以看第一波他涨了百分之十六点五三 那么第二波 我们从这个低点到高点 涨了百分之二十点六二 大家把这个数都记住啊 然后是 第三波 是从这开始涨到这儿 涨了百分之十二点九零 那么非常明显的是什么呢 看第一波是还涨 还涨但是时间比较长 而且呢 是一个就是次高浪啊 次高浪 第三浪是主升浪 主升浪应该是最长的 咱们刚才也量了对吧 它是最长的 它涨了百分之二十多 第一浪是涨了百分之十六 那么第五浪是通常没说是衰竭浪 衰竭浪呢 一般的情况是比第一浪和第三浪低 刚才咱们也算了 它是百分之十二 那么非常非常明显的 这是一个第五浪 那么如果这五浪下跌之后 那后头呢 也有人说是用七八浪的 我不这么认为啊 一般的情况下 就是美股走得非常标准 就是五浪完了之后就 有一波二浪回调 那么二浪回调的话 我们把这个二浪回调给画出来 那就是从这个低点到高点的连线 然后回调二浪 大二浪的回调 没听说回调到0.618就能指的 很难很难 除非是美联储降息了 可以出现这种情况 起码它应该是有一个这个 百分之五十的回调啊 百分之五十的回调 就是到11822 就是118302182这个区间 那么对于 不止期货这块 就更加明显了 股指期货这一块呢 就是最起码我认为呢 它应该是到11916 更有可能的是回踩一下 这个前期的这个低点 这个位置 然后呢才能上来 所以我们现在啊 不要过多的这个追高 从微软和谷歌带动 这个大盘的情况来看呢 我们来看啊 它现在的涨幅 已经基本上把 今天一天的跌幅啊 都给吞回去了 主要是这个微软的这个作用 那么后边还有一个亚马逊和 这个Meta的 就是Facebook的 如果这两只股票 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我不排除啊 它还有一波反弹 但是再有一波反弹 大家就要注意的是谁呢 注意的标普 啊 注意标普 标普期货这块出现 底部结构啊 标普标准的现货可没有 还没有出现的啊 但是这块出现一个 红色注装线 也就是阴的注装线 如果这波飙升之后 它就不需要超过前期的这个高点了 啊 不需要超过前期这个4176了 它只要能够超过 因为明天啊 即使上升 由于这个MACD 它有一个惯性 也也 百分之九十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啊 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上升的 这个幅度有多大 百分之九十 对概率 我觉得还是出一根 红色注装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 几天的涨幅 只要它超过4154的位置 我们 就可以出现 一个顶部背离的情况 那么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标普再出现背离 纳指这块背离 纳指这块啊 很难消失 我指的是这个纳指100 有很多人看这个 纳指综合 我觉得纳指综合的表现 不能 没有代表性 而且我们可以看 期货跟踪的是纳指100 QQQ跟踪的也是纳指100 所以说我们 看纳指100为主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个 道琼斯 道琼斯这块呢 是一直横盘 如果道琼斯这块横住了之后 再创一个新高 就是因为标普往上涨 道琼斯和纳指都应该有些往上涨的迹象吧 再出现这样 那么道琼斯可能会出现4个小时的这个顶背离 那么这样呢 三大股指的很有可能形成这个顶背离共振 大家需要特别注意 道琼斯就算不出来 如果标普出现这个顶背离共振的话 我们也需要特别小心 所以我觉得呢 现在呢 我们没有必要去追高 而且今天呢 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说是美国这个国债很难达成 暂时很难达成协议 那么这必然达成协议啊 我跟大家说啊 但是技术性违约 小短的违约一下 有没有可能不排除这种情况 因为现在是两岛分别掌握着参众两院 互相撤走 很有可能会出现当年2011年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呢 美股又涨了这么多了 会不会有一波回调 我们呢 得需要这个拭目以待 而且呢 阿满一直就说说美股还缺最后一跌 这一跌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去做多了啊 这是一直阿满以来的观点 当然了 这也让我错过了上半年第二波的行情 第二波三月份呢 整个这波行情我就没敢追 因为我当时就说嘛 四个小时的底部结构 然后呢上去呢 之后呢又会出现顶部结构 所以说这块的位置呢不好做 我就没有 就整个这波行情就错过了 这块呢跟大家报个歉 而且呢 这波我为什么认为他还会下跌呢 因为拜登啊 出现了一个非常二的政策 在周日的时候 为什么今天那个出现这么大一个跌呢 我觉得跟那个 解读这拜登那个行政命令也有关系 他说呀 要给这个信用不好的人啊 做这个贷款补贴 房价现在本来就下不来的 你再给信用不好的人 做这贷款补贴 他现在就是为了拉选票嘛 是吧 再给他做这补贴 那这玩意儿 那房价就更下不来了 粘性通胀就更粘了 所以这一点呢 来说呢 很有可能会让美国进入70年代那种 智障时代的宽幅震荡 我们很难见到单偏航行 但是 但是大家要注意啊 这波下来之后 应该是有一波震荡向上的 不过这波下来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从标普来说 要回补一下这个缺口啊 就是39这块 呃 我更 我 我觉得更大的可能 标普是要到这个3850附近 再踩一下前低 这波下跌呢 才能算完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订阅点赞加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订阅点赞加转发